剛剛講的是化合物形成 現在跟各位講的是化合物分解 就是化合物會拆成 拆開來分解開來 拆成別的東西 它拆開來的時候可能拆成元素 也可能拆成化合物 比如說酸氧水可以分解成氧跟水 氧是元素 水是化合物 這是化合物 這是我們考試考過的 氧化孔 不利私利做這個實驗得到氧 所以發現一個新氣體 所以後來的命名叫做氧 氧化孔照光得到了孔 然後孔還有當時認為的新氣體 不知道什麼是新氣體 然後後來就知道他叫做氧 後來就知道叫氧 拉瓦節馬尤其他命名叫做氧 然後可以知道他說這個新氣體 就是燃燒的時候所會用到的 也是 所以以後就知道燃燒就是跟所謂的氧結合 然後還知道它跟生鏽跟呼吸跟有關 所以這個分解都是分解成元素 氧化孔是化合物 分解得到孔是元素 得到氧也是元素 氧也是元素 就是10月考過氧化孔受熱分解 就是講變這樣子 氧化孔會得到孔跟氧 孔跟氧 另外要做重點叫碳酸氢鈉受熱分解 碳酸它加四款中加熱之後有固態產物 成新石灰水之後會產生白色沉澱這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通入成新石灰水的白色沉澱 對喔 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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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加芪 綠加芽菇變粉紅色 誰會讓綠加芽菲 testing 什麼東西用呢 水 酸結늦 綠加芪的 presented cone 綠加芪的 綠加芪的準備成 glue 那我們請問你先講過喔 水 所以你要記得 它的殘物有水 會使綠加芽菇變色 有二氧化碳會使神經水水變混濁 这里要背下来碳氢钠受热分解 然后会留下一个白白的东西 白白的东西就叫做碳酸钠 所以碳酸钠受热不会分解 碳酸氢钠受热会分解 我们下学期会再教一次 这是两个的重点 如何分辨碳酸钠跟碳酸氢钠 碳酸钠受热不会分解 碳酸氢钠受热会分解 然后这个是它的重点 下学就会再教一次 所以记好 记好 固态产物 一态产物 气态产物 OK 然后怎么检验 怎么检验 那两个话 怎么检验水 OK 这是我们的实验 这是我们的实验 碳酸钠受热分解 这个实验里面的管口 室管口应该要朝下 以前的考试题目经常都画朝上 朝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因为它有水 它怕那个水会倒流回去 倒流回去 有一个问题是污染药体 另一个问题是它会 本来热热的管子 遇到很容易碎掉 破裂掉 会破裂掉 所以这个管口应该要朝下 不要让那个水倒流回去 OK 注意事项管口要朝下 再来 这个我通路成亲石灰水 我以前教过了 二氧化碳通路成就会变浑测 对不对 可是你一直通路 一通路会怎么样 会重新变成成亲 因为二氧化碳容易所谓变成碳酸 碳酸会跟碳酸钙作用 所以它一旦变浑测之后就把它拔出来 就移开来了 不要让它再度变成成亲了 第二个注意事情 第三个呢 就是你实业要结束的时候 实业要结束的时候 要把这个东西拆掉 拆掉的时候呢 要先把导管拿出来 再把酒精灯移开 如果你先移开酒精灯 这时候温度会降低 变得比较冷 然后外面压力一压 它就让水会倒流回去 一样污染药比较时 它那个是很容易破裂 所以 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说 实验做完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要先把导管从水中拔起来 再把酒精灯移开 它的注意事项 这叫做碳酸氢钙受热分解 这是一个重点 下一个协会再讲一次 那么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碳酸氢钙分解成固体的碳酸钙 液体的水 还有气体的二氧化碳 刚刚跟你讲过了 你要记得它产生什么 第二个你要知道怎么检验 怎么检验二氧化碳 怎么检验水 这是我们以前都教过的 所以请你注意 所以我们的 这边呢就是一个化合物 碳酸氢钙分解出来 三个都是化合物 碳酸钙是化合物 水是化合物 二氧化碳也是化合物 所以刚刚跟你讲了化合物分解的东西可能是元素也可能是化合物 双氧水分解一个是元素一个是化合物 氧化孔分解两个都是元素 碳酸钙钙分解三个都是化合物 所以可能是元素可能是化合物 这个受热分解呢有一些现实上的用途 干粉灭火器 干粉灭火器就是装了小苏打 小苏打就碳酸氢钙跟氮气 氮气是要帮助我把小苏打粉 噴到活场里面的 那外面 你们应该在接课的时候学过灭火器的使用 所以打开了活塞 高压氮气把它喷出去喷向火源 然后小苏打就会受热分解 然后就产生二氧化碳 就把它盖住了 就把它盖住 拿到了灭火的效果 然后灭火的效果 所以就是 生活上实际的应用 实际的应用 好这个应该在别的课上学过 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请写课堂练习